今晚時間,超過20名線芳花園事業主,在少主代表和政府開會之後,由於不繼續通宵在線芳花園門內的馬路紮役, 凌晨警方曾經兩度要求事業主清場,但事業主並沒有理會。 輸出公共道路,根據集會期的示威,發集會時間至0.30分,請各位合作讓出公共道路。 運輸公務司司長劉氏儀會後說,委託澳門大學做到補充性調查報告,會在4月初向政府提交, 之後政府會連同第一份調查報告綜合分析,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完成行政調查,並承諾不會一拖再拖。 第二份的報告和相關的聽證是一個很關鍵的,我想隨著這兩份調查和報告完成,是有助加快往後的一些相關業主的訴求。 被問到這份補充性調查報告,能不能夠全面分析事件。 公務局說,這些調查比較全面,阻礙了本新線風格結構,也都要求分析隔離的地盤影響等等。 至於報告能不能夠確認責任方,公務局說,要由行政調查,即是聽證來確定。 不過聽證程序全部是由公務局負責,令人質疑公平性。 局長賈利安說,聽證小組是獨立運作的。 小律師呢,雖然是一個技術人員,我們叫一個是小組,我們做這個分析的。 當然工程師就負責幫忙,法律顧問做分析技術上的問題。 是,那法律顧問就了這些資料,是怎樣去作出這個法律上的一個罪咎。 法律聽證原廠是官方人士的? 是政府的人士。 即是政府的人士。 即是政府的人士。 沒有善鋒的代表,都不會有一個公務局,都不會有一個公務局? 沒有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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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,我這個7985那個章程,是政府要負責這件事。 而善鋒事業主代表不滿開會內容。 聽證和今晚這個會議是兩回事。今晚這個會議沒有結果。 之後業主又向市民道歉。 各位前衛,對我們向全澳門的市民說一聲對不起。 因為我們的行動很可能令到大家不便,尤其是交通。 但是,我們實在是迫於無奈。 電視台記者,張彩評報導。